秦家的财力和这些人相比 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包了一个航班 上面坐了这么几个人 直接赶往华都 林凡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待遇 直呼有钱有势 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呀 到华都的时候是晚上三点多 秦家派人接待了一番 然后在五星级酒店过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林凡和华不仪才被接到秦府 不过 看这架势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秦德人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 对面还有两把椅子 华不仪暗中对林凡说 一会儿小心一点 看来这个秦家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进来的 林凡会议地点了点头 秦德人对着两人摆了摆手 两位秦座 我听说二位的医术了得 我心里有些痒痒 想看看你们的戒毒记忆 不知如何呀 华不仪正准备开口 却不向林凡低声说道 师父 交给我 他也算是你的晚辈 华不仪点了点头 林凡站起身 对秦德人抱了抱拳 既然已经到了这里 就请你出题吧 秦德人目光如炬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林凡 以前都是在照片里 三十岁左右 看这气势确实有些不凡 好 快人快语 随着秦德人的话音落下 身后走出来几个人 他们都是秦德人 从地下黑市上搜寻来的奇人 有的天生就是病体 即便是现在的医疗水平 依然对他们没有一点用处 一共有三个人 第一个人浑身长满了疮 看样子像是活不了了 这要是放在医院 早就被隔离了 但是呢 就是这么个人 居然被这秦德人给请了出来 这可不仅仅是试探医术 这么简单呢 很有可能是想来个下马威 第二个人是被抬上来的 他与第一个不同 他的内脏伤得很重 虽然并不知道是因何而导致的 不过看他的样子也是命不久矣 这第三个人更是离谱 一副小孩的身板 可是面部却已经衰老得不成样子 林凡看了这些人一眼 心里重重地把这个秦德人骂了一顿 不过面色上依然很淡定 这些人刚刚被抬上来 接着又有一群人拿着凳子坐在了院子里 这些人都是他搜罗来的名医 一共有二十位之多 不为别的 他就是想让林凡知道自己的本事 这样一来 后面在谈条件的时候 就更有把握了 然而 很快让秦德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名义当中 好像有不少人认得话不已 其中有人赶紧走上前 花神爷 我是燕京的好然 当年我是亲耳聆听过您的教诲啊 一个年过六旬的老者 对着画不已公身行礼 还有我 我也是聆听过您的教诲 尤其是在治疗外伤方面 另有一人说 七八个人 医术在这二十人当中 也算是比较靠前的 都对画不已礼遇有加 这让秦德人有些郁闷了 不光光是他 即便是在暗中观察的 秦德文和秦德武 也愣了 虽然不知道这个老头 是不是有真本事 不过这名气 倒是不小啊 秦德武有些不满地说 这其中不少人都是他醒来的 嗯 他在看向这些病人的时候 依旧是面色如常 我想他必定是心中有数的 我也有些期待了 秦德文喃喃地说 这话引起了秦德武的不服气 他有实力 可不代表那个林凡有实力吧 看他的年龄我就不相信 他能怎么立 他的医术能够和他的鼓舞之力一样 有那么高的造诣吗 秦德武本来就是那种 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这林凡一而再再而三地 打破他的预料 让秦德武极为恼火 嗯 你不服的人太多了 即便是我们花都都有数百个 可是你又能如何呀 秦德文一向反感自己的二哥 做事不动脑子 现在听了他的话 更加的郁闷 这花都有多少有钱有势的公子哥 而这些公子哥也是有个排名的 别说前十了 就是前二十的那些都很有两把刷子呀 哼 你可别把那个什么西川江南 当成我们这了 秦德武依旧口中不服 可是秦德文根本不再理会他了 而是把目光放在了林凡身上 至于是 我会把目光放在了林凡身上